大家好,这里是New Age的球场,我是New Age 在这一周连续两期为大家带来NBA官方在1996年 也就是梅之兰成立了50周年的时候所选出的50大巨星系列 这一期为大家带来第四集大前锋片 一共有8位巨星在这一次的榜单当中出现 看完影片之后,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影片中的球员您最喜欢或者最想要了解的是哪些选手 以及未来如果NBA还会举办类似的活动 您觉得哪些球员可以入选最佳大前锋的候选名单呢? 都请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吧 那么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影片 1928年5月1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的Shays 是美直兰初期的巨星之一 被现任主席Adam Silver评为NBA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 在投篮技术还没有那么多样化的年代 Shays一直致力于用双手投篮进行得分 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篮板好手 少年时期的他就拥有高人一等的篮球才华 并且在大学期间就因为精湛的篮球技术 赢得了超高的人气 Shays在1948年参加美直兰选秀的时候 竟然同时被BAA和NBL两大篮球联盟的球队选中 这也是篮球史上非常少见的例子 作为联盟中最早加入的球队 纽约尼克在1948年的选秀大会上 用首轮第四顺位选中了Shays 但是来自NBL的三城黑鹰队 却用比尼克高出50%的报价将他招职回下 可是黑鹰队却很快就遭遇了破产 这个选秀权就被费城76人的前身 希拉丘茨民族队获得 Shays一直到1964年宣布退役 其15年的职业生涯全部效率于民族队 同时他也是联盟中罕见的犹太裔球星 并且一直坚持双手投篮的他 在50年代成为了民族队绝对的代表人物 菜鸟赛季就可以交出场均16.8分 第二年除了得分上升到17分 还可以贡献场均16.4篮板 除了职业生涯最后的三年 巅峰期的Shays是能够在那个年代 砍下场均20加以及12个篮板以上的球星 并且在1955年带领球队 以3比1的比分击败对手 帮助民族队拿下了队史的第一座冠军 退役之后的Shays还以教练的身份继续执教76人 虽然没有拿下冠军 但是球队在1967年所拿下的第二次总冠军 就是用Shays所组建的原版人马 但很可惜的是Shays在前一年离开了球队 纵观15年的职业生涯 其主要荣誉为12次全明星 6次最佳一阵 6次最佳二阵 一次篮板王 在1972年入选名人堂 在2016年也就是Shays过世一年之后 76人在主场推了这位巨星的丝毫球役 1932年12月12日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Pittitt 是老鹰队史上最出名的巨星之一 指环王Bill Russell给他的评价是 Pittitt是球场上最富有攻击的那一个 他永远都在跟你卡位争夺篮板球 将获胜视为唯一目标 并具有超强的求胜欲望 在1945年参加NBA选秀 被老鹰队在首轮第二顺位以榜眼身份签下 一直到1965年宣布退役 其12年的职业生涯全部效力于老鹰 在大学时期以场均27.4分的优秀表现进入联盟 菜鸟赛季的Pittitt就可以看下场均20.4分和13.8篮板 以绝对的领先地位当显最佳新秀 同年又入选了全明星以及NBA年度最佳一阵 成为拥有超高人气的新人王 第二个赛季的Pittitt数据又有明显的进步 场均可以得到25.7分和16.2篮板 但是球队的成绩却一直卡在联盟中下游 一直到1956-57赛季 老鹰队内进行了大规模重组 一共换了三次教练 再加上Pittitt明星级别的表现 终于闯进总决赛 虽然输给了波士顿绿军没有拿下总冠军 但是一年之后他们卷土重来 前年喝多了41场胜利拿下分区冠军 而Pittitt全年的数据更是达到夸张的 场均24.6分和17.4篮板 老鹰连续两年和塞尔提克在总决赛相遇 最后耗16场比赛的时间完成复仇 在1958年帮助老鹰拿下了队史迄今为止 唯一一座总冠军 而到了60年代 Pittitt连续两个赛季保持在场均26加的得分水准 球队5年中有4次都和绿军在总决赛相遇 但是60年代的塞尔提克是联盟绝队的霸主 老鹰除了1958年赢得冠军之外 其余的决赛都将胜利拱手相让 1961-62赛季是Pittitt这些生涯的巅峰期 场均数据为31.1分和18.7篮板 老鹰甚至因为他在球场上过于优秀的表现 还让他在赛季末兼职教练的身份 一直到1965年宣布退役 从进入联盟的第一个赛季开始 整整12年的时间 他并没有向其他球员在职业生涯末期 因为双并原因数据大幅度下滑 Pittitt所有赛季的场均得分全部都在20分以上 并且总计12年的场均得分为 夸张的26.4分和16.2篮板 其主要荣誉为11次全明星 10次最佳一阵 两次得分王 一次NBA总冠军 在1970年的时候入选名人堂 而Pittitt的9号球衣也被老鹰队光荣退役 1940年3月30日 出属于美国俄亥俄州的Lucas 在1962年参加NBA选秀 被国王队的前身皇家队通过第一选秀选中 有关于第一选秀的解释 我在上一支影片 50大巨星的小千锋片 有做过详细的说明 好奇的观众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 并且跳转到1分04秒了解相关资讯 从1963-64赛季开始 进入联盟的Lucas 一直到1974年宣布退役 总共10年的NBA生涯 分别效力过皇家队 勇士以及尼克 对外界评为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 但却一直是NBA历史上 最好的篮板手之一 作为球队的中间力量 他可以在队伍最需要的时候 变身为得分机器 又可以在篮板方面 全方位压制对手 Lucas从小就展现出 异于常人的篮球天赋 在高中时期 甚至连续两场比赛 分别砍下53分和44分 并且率领校队 连赢76场 未尝败击 进入大学之后 率领球队在NCWA当中 得到了78胜6伏的惊人战绩 并赢下总冠军 Lucas在1963-64赛季 开始自己的NBA生涯 菜鸟赛季就砍下 场均17.7分和17.4篮板 同时还拥有52.7%的命中率 排名全联盟第一 毫无悬念地当选最佳新秀 同时进入全明星先发 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 Lucas场均可以砍下 21.4分和20篮板 是NBA历史上仅有的 可以达到双20数据的巨星 而当时他进入联盟 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皇家队除了Lucas之外 并没有稳定的第二得分点 可以帮助球队走得更远 所以在1970年 Lucas被交易到勇士 可是因为伤病原因 并没有发挥全部实力 在1970-71赛季末期 来到纽约尼克 在新球队的第一个赛季 就以场均13.1篮板 成为联盟篮板王 并且在这一年 闯进总决赛 虽然1-4输给胡人 但是在一年之后的 1972-73赛季 他们卷土重来 已经处于职业生涯末期 又因为伤病原因 实力大打折扣的Lucas 还是可以贡献 场均9.9分和7.2篮板 帮助纽约尼克 拿下了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 Lucas从进入联盟的第一年开始 连续10年 看下场均两双的数据 其中还包括 两个赛季的双20 纵观其12年的职业生涯 主要荣誉为 7次全明星 三次最佳一阵 两次最佳二阵 一次NBA总冠军 并且在1979年 入选篮球名人堂 1940年10月16日 出生于美国抵退的De Boucher 在1962年 通过地域选秀 加盟NBA 一直到1974年宣布退役 其12年的职业生涯 分别效率过 活塞和尼克 禅师Phil Jackson 基于De Boucher的评价为 他是NBA历史上 少数的蓝领英雄 不论在攻防两端 都可以做到 百分之百投入的球星 大学时期的De Boucher 是学校的篮球和棒球明星 同时 在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前四年 分别和芝加哥 百瓦棒球队 以及迪特利活塞 篮球队签约 是真正意义上 同时进行棒球和篮球 两项职业运动的双棲明星 四年之后 没有选择继续和职帮队续约 将全部的精力 放在篮球身上 尽管如此 在兼职棒球这份工作的时期 他依然可以代表球队 砍下长军16分和11篮板 同时 在1966年到1968年 还有接近三个赛季的时间 在球队担任球员兼教练的身份 在1968年被交易至纽约尼克 再加入新球队的第一个赛季 就帮助队伍打进总决赛 虽然2比4输给了塞亚提克 但是在一年之后 场军砍下14分 10篮板的De Boucher 帮助队伍杀回了总决赛 而他们在总决赛 面对于Jerry West 张伯伦和贝勒爷的洛杉矶湖人 两队打满7场 De Boucher在定胜负的G7 砍下18分和17篮板 帮助纽约尼克获得胜利 拿到了最史上的第一座NBA总冠军 并且在两年之后 球队凭借De Boucher的篮板能力 同时他还是球队的第二得分点 再一次拿下总冠军 De Boucher虽然是蓝领角色 但是他在攻防两端 都拿出了MVP级别的表现 并且一直到1974年宣布退役 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三个赛季 每年的场军得分依然在15分以上 并且全部入选了全明星 在1975年ABA和NBA的合并当中 完成了突出的贡献 不论是打球时期还是作为联盟管理层 都是推动联盟发展的先驱者 其职业生涯主要荣誉为 八次全明星 六次最佳防守一阵 两次总冠军 在1996年入选名人堂 而他的22号球衣 也被纽约尼克作为表彰 光荣退役 1945年11月17日 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纳州 绰号为大义的Heyes 在1968年参加NBA选秀 被火箭队以状元身份选中 一直到1984年宣布退役 其16年的NBA职业生涯 分别效力过火箭 以及华盛顿子弹 Heyes被外界评为 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前锋之一 依靠着标志性的转身跳投 以及强悍的篮下防守 打出名堂 在16年的职业生涯中 一共登场了1303场比赛 仅有9场比赛缺席 累计出战5万分钟 在70年代拥有铁人的称号 并且以27313分 排在NBA总得分榜的第十位 在大学时期 以场均36.8分和18.9篮板的恐怖数据 当选NCAA最佳球员 在1968年进入NBA 没想到 菜鸟赛季的Heyes 就以场均28.4分成为联盟得分王 并且带领火箭返回季后赛的黄列 第二个赛季 又以场均16.9篮板当选篮板王 在火箭的前四年 场均得分可以砍下26加 并且贡献15加的篮板 但是火箭队整体实力还是烧训一筹 连续三年无缘季后赛 在1972-73赛季 火箭为了追求射手球员 将他教育至华盛顿子弹队 在新球队的Heyes 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连续两年带领球队夺得中部赛区第一 并且季后赛的成绩也逐年进步 来到子弹队最初的两个赛季 在首轮被淘汰出局 但是从第三年开始 Heyes一场均23分和12.2篮板 带领球队一路杀进总决赛 只不过 面对Ricky Barry的勇士 78赛季的子弹队与西雅图超音速 在总决赛碰面 尽管Heyes他们一度以2比3落后 但是最终连班两局 将比分改写为4比3逆转夺冠 帮助球队拿到了迄今为止的 唯一一座NBA总冠军 而这一次的总冠军之战 似乎用光了Heyes的全部力量 在此后的赛季 他在球队中仍然是闪亮的球星 但是球队的成绩却一年不如一年 到了1980-81赛季 球队更是13年来首度无缘季后赛 最终在1981年的Heyes 被交易回到火箭队 和Moses Malone担任内线组合 并且帮助Malone成为常规赛MVP 其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 仍然出场81场比赛 纵观Heyes16年的职业生涯 却主要荣誉为12次全明星 三次最佳一阵 一次得分王 两次篮板王 一次总冠军 在1990年入选篮球名人堂 而他的11号球衣 也被现在的华盛顿巫师队光荣退役 6-9 from Boston Celtics Kevin McHale 1957年12月19日 出生于美国明尼苏大的McHale 在1980年参加选秀 对波士顿绿军 以首轮第三顺位选中 一直到1993年宣布退役 13年的职业生涯 全部效率于塞亚提克 与Robert Parrish和Larry Bird 组成了被外界誉为 NBA历史上最佳的风险组合之一 他的对手曾多次提到 一旦被McHale拿到球 他就是NBA历史上 最难防守的低位球员 他极快的速度 以及诡辩多端的动作 再加上超长的手臂 总可以找到投篮得分的角度 大学时期的McHale 场均可以砍下17.4分 并且拥有56.7%的超高命中率 在1980年 绿军花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McHale招指挥下 菜鸟赛季虽然出场时间有限 但是作为新人的他 仍然可以拿下 场均10分4.4篮板和1.84次火锅 帮助球队获得1981年的NBA总冠军 从1983-84赛季开始 McHale成为整个联盟第六人的代表人物 场均补出场31分钟 拿下长均是8.4分和7.4篮板 命中率高达55.6% 帮助球队在常规赛 拿到了62胜和20负的优秀成绩 并且在总决赛与胡人敖战七场 将对手击败拿下总冠军 而McHale也在这一年 拿下了年度最佳第六人的称号 1984-85赛季的McHale 蝉联了最佳第六人 并且投篮命中率提升是恐怖的57% 虽然这一年 他们在总决赛被胡人成功复仇 但是一年之后 成为首发的McHale 以长均24.9分的表现 帮助球队在总决赛上 用六场比赛 击败了火箭 拿到总冠军 同时在赛季末 McHale也达成了连续三年 入选最佳防守一阵的荣誉 可是在这一年 他也开始受到脚踝伤病影响 虽然一年之后的1986-87赛季 他砍下了职业生涯最巅峰的数据 长均26.1分 9.9篮板和2.6次助攻 他还成为了NBA有史以来 第一个投篮命中率超过60% 同时罚球命中率 还可以超过80%的球员 并且McHale在赛季末 入选了他职业生涯 唯一一次最佳一阵 赛季结束之后 因为右脚的伤势没有痊愈 导致他在职业生涯的 最后五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 一直到1992-93赛季 全部退役 在效力联盟13年的时间 其主要荣誉为 7次全明星 一次最佳一阵 三次最佳防守一阵 两次最佳第六人 一次总冠军 在1999年入选命人堂 而绿军也在1994年 退役了McHale的32号球役 1963年2月20日 冲冲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巴克利 在1984年参加NBA选秀 被废城76人 在首轮第五升位签下 一直到2000年宣布退役 16年的职业生涯 总共效率于76人 太阳和火箭 外界对于巴克利的评价为 他以小前锋的身高 达至大前锋的位置 身体异常强壮 并且兼具灵活性 拥有内线的拼抢能力 和后卫的技术 NBA传奇Bill Watten说 在球场上 没有人可以像巴克利一样 他是一个具有统治级别的篮板手 防守者 能投三分 还能运球和组织进攻 作为因为身高和体重的数值 都很高的球星 巴克利十分擅长 利用自己的身材去打球 在大学时期 场均拿下14.8分 9.6篮板 1.74足弓 其投篮命中率甚至高达68.2% 巴克利在1984年的NBA选秀当中 被《费城76人》以首轮第五升位显中 只不过当年球队当中 还有Mussis Malone和Dr.J这样的顶级巨星 巴克利并不是球队的主力进攻点 但是他仍然以场均14分和8.6篮板 入选了这家新秀 并且从第二个赛季开始 成为球队的主力大前方 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 Malone被交易到华盛顿 Dr.J宣布退役 场均得分可以砍下23家和11家篮板的巴克利 成为了球队的领囊柱 并且他的投篮命中率 也一直保持在59%的水准 但是球队却屡次在季后赛首轮 遭遇淘汰 到1989-90赛季开始 巴克利在季后赛交出场均24.7分 和15.5篮板的优秀数据 76人也终于避免了 在季后赛一轮游的魔咒 但是他们却连续两年 在东部半决赛上遭遇Jordan和公牛 无奈止步于此 在1992-93赛季 被交易到太阳的巴克利 成为了球队当之无愧的老大 全年以场均25.6分和12.2篮板 在这场率领太阳 从1976年开始 时隔17年再一次打进总决赛 但是来到了西部的巴克利 还是没能跨越Jordan和公牛这道高强 在总决赛以2比4的比分输给对手 而巴克利在总决赛的6场比赛中 砍下场均27.3分 13篮板和5.5次助攻 倾其所有 到了1993-94赛季 巴克利开始逐年出现各种类型的伤病 但是他还是可以贡献 场均20加和11篮板 可是Jordan退休了 Olaju王的火箭又来了 巴克利和太阳连续两年 在西部半截赛输给火箭 在1995-96赛季首轮 被马斯淘汰之后 巴克利在1996-97赛季 为了总冠军的梦想加入火箭 但是他的伤病也愈发严重 场均得分也跌破20 并且逐年下降 在1999-2000赛季时 因为四投机跟舰拉伤 休养了4个月之后的巴克利 决定退役 正式告别NBA的舞台 增观76年的职业生涯 主要荣誉为11次全明星 5次最佳1阵 5次最佳2阵 一次常规三MVP 在2006年入选明人堂 同时巴克利的34号球衣 分别被76人以及太阳 在2001年和2004年光荣退役 1963年7月24日 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纳州 绰号为尤差的Malone 在1985年参加NBA选秀 被尤他爵士 在首轮第13岁位选中 截止到2004年退役 Malone职业生涯的前18个赛季 全部效率于爵士 在最后一个赛季 为了总冠军目标加盟胡人 对手对于他的评价是 没有人能够像Malone一样 拥有如此强壮的身材 但是他跑起来像是后卫 盖火锅的时候又像是中锋 同时还拥有初四的篮板能力 像他这样的大块头球员 还可以在球场上如此全面 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 在大学时期 可以砍下场均18.7分和9.3篮板的Malone 在1985-86赛季正式加盟绝世 虽然在这一年的季后赛上 球队没有穿过首轮 但在这仅有的四场比赛中 Malone的场均得分 从常规赛的14.9分提升到了21.7分 并且将这股状态延续到了第二个赛季 同时球队将原来的核心Dentley交易走 Malone就逐渐成为球队的稳定得分点 投篮命中率和菜鸟赛季相比 从48.1%穿升到59.8% 在1988-89赛季 Jerry Sloan成为爵士的主教练 再加上Malone和Starkton的配合愈发娴熟 爵士队时隔一年之后 再一次以51胜的成绩刷新了队史记录 Malone以场均29.1分和10.7篮板的抢眼表现 首次入围年度最佳一阵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 纵使由他双煞在常规赛表现突出 但是球队却总是在接候赛首轮卡关 一直到1996-97赛季开始 Malone以场均27.4分和9.9篮板的数据 在最有价值球员的评选当中 击败Jordan当选MVP 同时还率领球队打出了64胜18负的队史最佳战机 冲进总决赛 在97-98赛季也同样保持着联盟最高胜率 杀进总决赛 只可惜Jordan和公牛 为了完成自己第二个三连冠的霸业 连续两年用相同的4比2将爵士击败 而从这之后起 虽然Malone还曾在1999-2000赛季 砍下当时爵士队史最高的 单场50分和12篮板 但是却再也没有在盐湖城 踩到总决赛的地板 一直到2003-04赛季 他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加入洛杉矶湖湖人 和Kobe、Shaq以及Gary Payton组成四巨头 但这个时候的Malone已经40岁了 再加上长期的伤病影响 导致他整个赛季缺失了40场比赛 虽然加盟湖人的Malone 时隔多年又一次达进了总决赛 但是面对活塞 他们被1比4击败 在半年之后的2005年2月 Malone宣布自己正式退役 纵观其19年的职业生涯 主要容易为 连续11年的NBA最佳一阵 连续3年的最佳防守一阵 两次常规赛MVP 14次全明星 在2010年的时候入选名人堂 而Malone的32号球衣 也被爵士队光荣退役 同时球队也帮助Malone 建立起了一座 荣誉感十足的个人雕像 那么观众朋友 对于本期影片中的八位大前锋 您最喜欢或者是最感兴趣的是哪些球星 以及您认为 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活动 哪些球员可以进入 最佳大前锋的候选名单呢 都请在留言区告诉我吧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请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 和打开小铃铛 不要忘记去看看以往的影片哦 这里是New Age的球场 我是New Age 我们下期见